中文字幕 李宗盛 開差不多二十幾年了 十幾年了吧 三十多年 對 三十五年 三十六年 大概十二到十五 差不多十小時 十五個小時 或許我不是很專業 大概是在五六個小時 以前健康好的是 二十個鐘頭已經在開 現在開七八個鐘頭就已經很累了 一千多塊 然後要扣油錢 油錢算進去差不多兩千塊左右 現在已經很難跑 兩千多塊了 一千八 一千九 假如來講你跑三千塊要十二個小時以上 那你要扣掉租金 大概是九百到一千 然後油錢要三分之一 所以你十二個小時下來 你能夠剩的有一千塊就是很好的 現在大概兩千多塊到三千塊這樣 還沒有扣掉油錢 還沒有扣掉油錢 你覺得這樣的收入可以過生活嗎 怎麼辦 你說怎麼辦 沒有 不能過也要過啊 就這樣子 圖可是有啦 這存錢沒有啦 很難耶 因為油很貴啊 有個漲價啊 可以啊 還OK 認真跑就有了 以前跑進行車可以買房子 現在跑進行車來會二十 重點就是油價嘛 油價你當然所謂的可以降低一下 那這些空車的那個距離反而就比較低 相對的就提升了一些 因為現在景氣不好 搭車的意願 普遍來講不是很高啦 很多很多 油太貴啊 就是油太貴啊 計程車的數量要控制啦 因為數量太 計程車的數量太多 像公車都有站牌嘛 你計程車應該是像新加坡他們 計程車招站是在公車站的旁邊啊 比如說我今天坐公車 我時間來不及了 我再走到隔壁就是 因為我個人是好嘛 假設是不自由啊 他們還有擴航費啊 不加入車隊是因為 每叫一通電話 然後他要抽你多少錢 那我們等於說 如果我今天跑一趟才七十塊 那被他抽去十塊 有的是在飯店門口還是三十塊 那這樣我們賺什麼 我不知道賺什麼 因為加入還要什麼費 什麼費啊 好像說前天後的 一個月要掏三千塊錢啊 好像出道保要 一個月要三千啦 啊半入的一個月要一千五 車的也有啦 但是要有跑一趟空趟去 去載客 所以收入也不會多多少成 像車隊啊 它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制度 但是呢 它車隊其實剝削司機 我曾經去車隊 七百塊的乘車券 結果只拿到六百塊 這個稅比這個政府還中 少對立啦 為了國家民主喔 真的是少對立啦 就是大家拚經濟啦 無能 沒有效率 現在的政府很爛啦 爛了不行了 已經過爛了齁 我感覺啦 好像政府都是 關心一些政治 這些小老百姓的這些 好像比方講 物價啦 都沒有去關心啦 我覺得中華民國經濟方面 還要再拚 肉厚很多 加油 中華民國加油 我覺得是說有權的人啊 就是做 每說一句話出來的時候 他要考慮到後續的問題 不要朝夕令改的 對不對 早上一個命令 下午又改了 那我們就變成在那邊 變成小市民嘛 翻來覆去翻來覆去 不曉得怎麼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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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